或是拿到圓徑庭來處理 就已經是很OK 所以不會覺得太麻煩 而且這樣也對地球有幫助 只要養成習慣 資源回收 真的一點都不麻煩 小朋友 希望你和我一起守護地球 把資源回收的訊息跟做法傳出去 我們生長的環境才能生生不息唷 請你們告訴爸爸媽媽 地球只有一個 所以我們一定要去進行資源回收 做我們的一份子 因為有你 地球更好 真是太感謝哈利波特了 讓我可以一下子就收集了這麼多寶特瓶了 但是這些寶特瓶要怎麼拿來利用呢 此時 資源回收站長們高歌現身 怎麼又講的 老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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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歌 老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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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代寶特瓶 我覺得他應該 可以賣四十塊錢 四十塊錢 40 dollars 細雜CALL 這麼多錢 那我也想來做資源回收了 不僅可以一邊做環保 又可以一邊賺錢 真是太棒了 那可不行啊 為什麼 因為你會跟我們搶工作 蛤 不是啊 是因為你不懂 我們這些寶特瓶有什麼材質 寶特瓶還有什麼其他材質嗎 當然 我有請我好友哈利波特來告訴你 哈利波特 嘿嘿 我又出現啦 小朋友如果你們身邊的話呢 有一個寶特瓶可以看一下 它的寶特瓶的屏點有沒有一個回收標誌 它是綠色三角形的 而且呢 中間還寫著一個數字是1 聰明的小朋友都找到了嗎 找到了 但是 1 有什麼特別的功能嗎 1號啊 它是塑膠材質叫做PET 它的耐熱溫度呢 可以從-20度到-70度 所以呢 我們絕對不可以把這個寶特瓶拿來裝入我們高溫的熱熟 好了事態緊急我要趕快去拯救我們地球了 拜拜 欸欸 怎麼這樣就走了好吧 拜拜 我好像要學到很多新知識了呢 欸 怎麼又是你啊 我跟你說 我還沒拿出我的秘密武器咧 秘密武器 欸欸 對 鋸屎拿出來 喔 就是這支 扳手嗎 不對 不是這支 是這 這件衣服 這 不就是一件普通的外套嗎 有什麼了不起的 缺 什麼普通的外套 它可是有20支寶特瓶做成的回收外套耶 什麼20支寶特瓶這麼厲害喔 嗯 還有呢 還有 等一下我拿一下 還有 還有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這就是我們的寶特瓶風車喔 它是今年我們台塑企業文物館屬起DIY的作品耶 你看它會轉 哇 原來寶特瓶還有這麼多的功能喔 所以呢 小朋友我們都要好好的做好資源回收 然後呢 愛護我們的地球 另外在出門的時候 少用塑膠袋 然後呢 要多用我們的環保塊 大家說好不好 好 好 那我們就 下台硬鞠躬 欸 已經上了寶特瓶耶 快點 謝謝 這些 大哥哥大姐們表演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們 這些大哥哥大姐的表演 節目精彩啊 想到看完這表演之後才發現 原來寶特瓶底下還有一個三角形 三角形裡面還有一個數字1 喔 這個數字可能是大有學問 它總共有七種材質 有機會的話 大家在進壺物館可以去參觀參觀 那另外的話 一旦用錯材質的時候 記得 是對我們的健康有傷害的 那第二個呢 我們也發現到說 原來我們的寶特瓶還可以做成外套 20件 20個寶特瓶就可以做成一個外套 真是令人不可思議啊 真是太神奇了 所以 再加上我們可以發揮我們的巧思或創意 還可以把寶特瓶變成一個DIY的一個 可愛的一個 裝飾品 真是 令人覺得非常的 好玩又有趣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品德教育實踐獎的一個頒獎 今年總共有24所學校 推薦了他們校內的楷模 品德優良的同學來參加品德教育實踐獎的領選 經本館邀請了教育局的代表 長庚科技大學 以及長庚大學的專家學者組成了一個評選委員會 再根據各個學校 以及各個學生 同學提供的佐證資料 以及他的一個優良試技中 評選出24位實踐獎的得主 以及21位的入選獎的得主 那接下來 我們就要進行各項獎項的頒獎 首先 我們要頒發的是 品德教育入選獎 豐樹國民小學 王一璇 王傑恩 好 那我們尊請我們台宿企業文物館 館長王光正教授上台為我們頒獎 然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请回座 大湖国民小学张丽萌江玉洁 大湖国民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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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回座 乐善国民小学朱晓庆 徐芷晴 乐善国民小学朱晓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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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善国健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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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